艰难困苦三十年这日子终于奔上了小康啊 看我这跑步机 自然那是杠杠地啊 整个家都变得不再那么破旧 二楼被我整成了一个培养兴趣的地方 再来看看这三楼的高档家居啊 美滋滋啊 而且我这个床啊 它变成了双人场 哎哼 另一边睡的是谁呢 但是啊 作为一个拆解工啊 总感觉这个房子的质量很差呀 我得检查检查 哎呀 你们瞧瞧 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啊 没有一样能撑过一锤的 这就去投诉 生活变好了 工作也不能停下 这一次建了一个很活儿 要我拆眼前这栋大楼 拆归拆嘛 这几个消防者和消防员 立在这是什么意思 当面拆是吧 也没问题呀 但是我看这只高楼啊 我感觉每个十天半个月的做不来呀 好在经过这么久的努力啊 我的工具是兴添了不少啊 比如说这个走轮枪啊 你别看它小啊 用在这拆楼上 那是堪比重型武器呀 还有这个啊 在八百米开外啊 就能给墙壁开个桶的狙击枪 爽的啊 这什么武器不用多说了吧 你就说爽不爽吧 我这拆接弓玩的就是专业啊 那话不多说开始干活 我一看这个楼很高啊 咱们就还是得从底部对它连根拔起 这个锤子虽然好用 但是呢 它有很大的局限性 有些东西它砸不赖啊 这拦不倒我 铁锤不行 那我就当炸弹狂人呗 有人先之后啊 这个炸弹扔的就是爽啊 使今的炸啊 咱有的是钱 就是一部流神的 容易把自己的小命打进去 没关系啊 同志炸弹容易误伤自己 我还有贴在墙上的第一次 贴了我就跑 这里还能炸到我 没事啊 虽然炸到了 但是呢 没给我炸没楼 不过你可以看到 这个C4的威力确实好大呀 炸了一道楼的底层 简简单单 那像这里边这样的 直接丢进炸 这些炸弹可是把我炸开了啊 但是问题来了 这底都被我炸空了 这楼怎么不倒啊 那这不明摆的让我硬拆了吗 但是硬拆的话 是炸弹减低缺乏效率的 我可以找个更高级的工具 这个雷管啊 看起来就很不错啊 这个真的太不错了啊 这试试就试试呗 现在首要问题啊 是找个更有效率的工具出来啊 看我这手上的激光啊 直接在大楼上画画啊 这激光还能变颜色啊 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效果 但是我感觉这也不够啊 还有没有更炫酷狂甩的工具啊 其实吧 还有的 那是我祖上八代爷爷 给我留下的传家宝啊 不到关键时刻 我一把不拿出来用啊 就是我现在穿上这身 钢铁侠战衣啊 起飞 我飞起来 我就给他大楼啪啪两耳光啊 而我钢铁侠的大杀器啊 导弹弹幕 直接炸的就是惊天地气鬼神啊 不过 钢铁侠战衣呢 也是有能量限制的啊 适当得让他休息一下 孔明先生说过啊 这个火攻是最好的激光方式 那拆楼也一样吧 看我这激光 指哪烧哪 就是我发现这楼啊 它一直烧不起来 这么大的火 说灭就灭了啊 直到我发现啊 好你个消防员 你就是在这灭我的火是吧 行 这钱我不赚你的啊 找我的人多了去了 来看看这充滞着温馨的小镇啊 居民都已经搬离了 吸取了上一个建筑物的教训啊 我决定一开局 就拿出我的大杀戏啊 看到没兄弟们 这是什么 看到这冉冉身体的蘑菇云了吗 我估计啊 对着加油站来一跑这个小镇差不多了 看到了吗 直接结束 有这些得力工具啊 再回去看看以前的那些地方 这些以前想尽办法破坏的 现在动动手指就没了 激光直接扫嘛 矿生缸哪家直接炸嘛 实在不行 直接和平发展嘛 不过最得力的工具还不是核弹啊 毕竟这东西杀伤力太大会无伤自己吧 这个喷火器啊 这个气质是非常磅礴的 喷火器看着挺猛的 但是往往还缺了那么一点实用性啊 要是有个什么防火装置啊 这一下就灭了 这时候看看我手里这把50刀 帅气的外形 只需要简单的一挥刀 直接砍穿 觉得细细一条 不效率不存在的 稍微调整一下 再次回到这个水塔啊 以前还需要跑酷光速 偷了就跑啊 现在看起来根本不需要 我直接洗飞 炸穿墙壁 不就拿个东西吧 简简单单 但是这样完整任务下的分数不好看啊 分数好像是破坏程度来看哦 那我让你看看什么是拆迁弓 便宜 救命